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警报 我是唐杰安 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半导体资本支出估1904亿美元 创新高华邦电增幅居冠 台湾大扩大电信本业 砸2.4亿投资万里云 精华董作潘思亮指出 商业模式改变 疫情后全球商务客将少百分之二十五 企业上下由供应链碳排放量 平均达公司碳排的十一点四倍 来关心台股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危机加深 台股今天开低震荡 随全职股修正 航运股走弱 跌势一度扩大至一百一十三点 最低来到一万七千七百八十四点 电子成交比重不到五成 在钢铁急速化族群撑盘下 大盘跌势收敛 展望台股后市 法人指出 由于恶物战事胶着 变数不断 市场买盘明显观望 短期指数突破不易 仍呈现震荡走势 可挑选去年获利表现亮眼 高配席族群进行布局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公布年度贸易报告 文中指出 可以清楚看见中共加倍实施其有害贸易经济滥用行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正在重新调整对中贸易政策 研究所有现有工具和潜在新工具 以打击北京主导的非市场行为 外媒报道 意大利预计在2030年前斥资40亿欧元的金额 来发展国内半导体制造业 目前意大利政府也正试图说服英特尔 以数十亿欧元的资金 在意大利投资先进制成晶圆厂 联发科锁定青旗舰智慧手机市场 一日宣布推出天机8100 天机8000等两款新产品 采用台积电5奈米制成 目前已经开始放量出货 预计2022年第一季开始 将搭载客户端产品问世 俄乌战火持续 国际油价应声标破110美元 国际能源总署宣布 成员国已同意 从紧急储备中释出6000万桶石油 以稳定市场 而这次协调释放石油储备 是自2011年印利比亚局势恶化 而协调释放以来的首次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俄罗斯乌克兰严重军事冲突 西方国家将俄罗斯踢出 SWIP全球银行支付系统 尤其国内金融业持有不少 俄罗斯当地金融资产 曝显金额超过2000亿 包括五大金控三大受险业 获利都可能受到影响 俄罗斯以乌克兰战火升级 二月份俄罗斯主权债 遭到降频 市场预期违约几率上升 国内总计有私家银行 持有约50亿元台币的俄罗斯 债券部位 包括公债 企业债和金融债 恐怕面临叠价损失 我们有在关注 整个所有相关的事情 包括会计部门也在注意说 到底比如说 有些的债券 它被downgrade 那到底会议上怎么处理 我想这个我们都要进行 教委会就评估 SWIP剃除俄国银行之后 台湾金融业在进行 相关换汇清算时 会受到影响 目前观察台湾金融业 整体对俄罗斯的 曝显金额达到2291亿 影响确实不小 尤其根据公开数据 截至去年台湾前五大金控持有的俄罗斯债券 国贷金就有两百八十二亿 富邦金一百七十八亿 中信金八十六亿 新光金两百五十六亿 开发金一百四十七亿元 总继五大金控持有的俄罗斯债券 就有千亿元的规模 但是因为现在每天 都有新的状况在进展 所以坦白讲 现在我们是每天 在update说相关的可能的状况 那因为一直在演变 所以很难讲说会怎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 当越来越多人在介入的时候 总希望这个战争可以早点继续 乎俄局势恶化下 怎么因应金融业且战且走 俄罗斯央行上周宣布 禁止外资实体或个人 出售任何相关有价证券 三月二号开始 禁止俄罗斯民众 期待等值一万美元以上 外币现金出境 何时风波能够暂缓 业界绷进神经 新台阶级支持建立审慧彤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 信息 彭博社欧盟研议 逐出SWIFT系统 包括俄罗斯外贸银行 金融时报 外资持有俄罗斯股债资产 达一千五百亿美元 严厉金融制裁 让投资者陷入交易困境 华尔街日报 志愿駭客加入乌克兰抗俄队伍 击垮重要俄罗斯网站 宣告数位战争开打 日本产经新闻 中国劣职零件 混入台湾天供飞弹系统 中科院惊爆重大军购弹案 检察官已展开调查 再看到台湾原生牛樟木 是国宝及保育树种 但仍有不肖业者 道财运送到中国繁殖 中国更宣称 牛樟芝是属于中国的 台湾国宝牛樟芝协会 理事长陈水田认为 有义务为台湾牛樟木震生 借由公司的技术 为牛樟木鉴定 打造专属的数据库 把牛樟真的是台湾的正本经验 把它讲给全世界知道 台湾国宝牛樟芝协会 理事长陈水田表示 牛樟术是台湾特有原始种 不过中国宣称牛樟芝是中国的 他举例 2016年受邀参加中国福建牛樟芝研究所 举办的世界中草药联合会议 主办方就把牛樟列为中国牛樟 陈水田认为 有义务为台湾牛樟木震生 陈水田利用牛樟芝同位素含量比率 判别生长地 运用先进分析技术 进行产品成分 及塞种基材鉴定 台湾牛樟芝产值曾高达新台币30亿元 但2013年的牛樟芝有毒事件 尽管有关单位出面澄清 也挽回不了对产业的重创 陈水田表示 协会在风波后成立 并每年办研讨会 共同探讨台湾牛樟发展走向 要让牛樟芝发扬光大 还是要做新药开花 因为你一个新药开花 做出来的技术 你可以有20年的专利 另外一个想法说 这个牛樟竟然是木头 然后有那么漂亮的彩色颜色 是不是可以往文创的方向 来做这个展览 2014年8月举办首次牛樟芝艺术展获得广大回响 2019年扩大举办牛樟芝文化节 展现牛樟芝软实力 台湾业者研发脚步也不曾停歇 把牛樟芝萃取成粉状 做互方基底 或是将牛樟木萃取精油 开发多元产品 也有业者投入抗疫口服药的研究开发 陈水田也不忘企业社会责任 帮助罕见疾病病友 因为牛樟是台湾特有的 不是有钱人才可以吃得到的 在公司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希望说比如说老人年轻 他就吃得起 有需求的人可以提供给他 经协会与产官学研多年努力 台湾牛樟芝产业有步苏迹象 要牺手前进 扩展国际市场 待您看到明天3月3号 星期四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欧元区公布2月总和PMI 1月PPI 美国公布上周出领失业金人数 国通好事做财报 鸿海科技论坛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